7月8日,据韩媒报道 宋仲基夫妇将迎二胎 并透露以告知亲友 正积极准备迎接新生命 去年当天一次,今年又迎二胎 虽然间隔短,但他们的喜悦一于言表 宋仲基与二婚妻子的甜蜜生活备受关注 他们的快速生育计划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赞叹宋夫人恢复迅速 也有人担忧其身体 更有人猜测他们追求混血宝宝 然而,这些都只是外界猜测 真正的幸福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与前妻宋慧桥的婚姻不同 宋仲基在现任婚姻中 展现出更强烈的家庭观念 他频繁分享亲子时光 尽显奶爸本色 与妻儿的温馨互动 让人感受到他的幸福与满足 高龄产妇的生产风险不言而喻 但宋仲基夫妇依然选择勇敢迎接新生命 他们的绝技与勇气令人敬佩 也让人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将为这个家庭带来更多的幸福与喜悦 最后,也祝他们一家永远幸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